首先我們今天要分享Dreamina圖片生成工具 AI生成圖片其實是中國的寂寞AI的國際版 基本上這兩個功能是一模一樣 不過目前有開放的功能還是有所差異的 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Dreamina這個國際版的影像生成器 以及AI虛擬提升生成器 這兩個是Beta版 還沒有對外直接開放 你必須要去申請 有機會通過的話它就會讓你使用 中國的寂寞AI AI視頻跟數字目前是直接開放的 不過在計算 不過在使用上 它是目前要扣積分的 國際版是完全免費讓你使用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側邊的功能 像是影片、音樂、對準跟模仿 這四個功能在國際版的都還沒有開放 你可以看到中國的寂寞AI 這邊是全功能都開放 我們今天重點就帶大家來看一下圖片產生的部分 我們先點進影像產生器 也就是AI生成圖片 這邊一樣給大家看一下 國際版跟中國的寂寞AI 它還是有所差異的 看一下喔 比如說呢 比如說呢 我先把兩邊的功能拉開給大家對比一下 左邊這個是國際版 然後這個是寂寞AI 光是指令生成這邊呢 光是指... 光是指令的輸入框這邊呢 一個呢就是只有參考影像 另外這個除了參考影像之外 這個是用來標誌文字的 比如說如果你在圖片上面有想要產生文字的話 就點一下這個 然後把那個想要產生的文字 標在這個裡面 它就會針對文字呢去加強生成 另外呢如果你是不知道怎麼去生成指令 或者想要用什麼指令來生成圖片的話 那你可以用Deepstick這個功能呢 來... 你可以用Deepstick的這個AI呢 來協助你產生... 你可以使用Deepstick這個AI呢 來產生對應的指令 來生成圖片 另外呢 另外呢在國際版的... 另外呢在國際版的圖片模型呢 最多是選... 另外呢在國際版的生成圖片這個模型呢 它最多是選到2.1的版本 那中國版呢 目前是可以選到最新的3.0的版本 這兩個呢其實質感呢 這兩個模型呢 其實生成的品質我覺得都不錯 但確實我用下來 3.0這個版本... 3.0這個版本呢生成出來的... 3.0這個版本呢生成出來的圖片呢 我覺得品質是... 品質呢是比2.1來得更好的 然後再來下面這邊的設定 基本上都大龍小異 就是選擇圖片的尺寸 然後圖片比例 只是差別就像我們剛剛講到的 那目前國際版是完全免費可以使用 那中國版這邊是用積分去扣 不過它有每天提供免費的積分讓你使用 我覺得你... 我覺得以個人使用來說 也算是綽綽有餘啦 好接下來呢 我已經請了ChatGBTN 生成了10個不同的場景 或是要加文字的一些... 指令可以來直接使用 那全部都是用中文 那我們就來用這個... 我們就會來用這個國際版先測試給大家看看 看它產生的效果是怎麼樣 以及產生的這個速度 好首先第一個呢 是資訊過載的未來台北街頭 就是比較未來感的 好我們直接來產生 這個其中呢 會有包括繁體中文晚字席取消 請直接回家 這邊呢我完全沒有加速 其實它產生的速度真的很快 比我之前分享的那個完全免費的圖片生成AI 還要快超級多 我覺得剛剛這樣時間大概只有十幾秒吧 它就把四張圖片全部生成出來了 那生成的品質你可以看一下 其實真的生成還不錯 只不過呢像是中文的部分呢 稍稍可惜啦 雖然它就是中文 呈現的我覺得不錯 就像我們要 生成的文字是 晚字席取消 然後 晚字席 我們要生成文字 重新講 這個圖片生成的速度真的蠻快的 像我剛剛這樣大概十幾秒 就已經四張全部生成完了 然後中文的生成的效果呢 我覺得中規中矩 你要說 有比TrackGPT好嗎 我覺得 搞不好沒有 不過它放的位置 算是放的還不錯 這個後續我們會再繼續測試 看看它中文的生成 到底效果怎麼樣 但目前呢 光是第一張 你可以看到 就是品質的部分 真的是還不錯 那場景的部分 升能起來 也蠻符合我們要的這個指令的感覺 接下來我們往下繼續生成 這個是要包含有英文字的 主要是魔法祭典的中央舞台 可以看到了英文的生成能力呢 就完全幾乎 可以看到了英文的生成能力呢 幾乎是完全沒有問題啦 那你可以 點擊打開來看看 品質一樣非常的好 我們直接來往下進行第三張生成 好這一張呢 指令呢 一樣會有包括中文在裡面 不過你可以看到其他中文的 呈現呢 像有很多人都跟我講說 寂寞AI的這個中文呈現很好 怎樣怎樣的 不過好像應該是要使用 中國的寂寞AI這個3.0的版本 它中文的生成會比較好一點 像2.1你可以看到它這個 基本上我覺得 生成的比lgpd還要差啦 但是圖片品質是沒有問題的 比如說我們可以來 用同樣的指令 試一下 用寂寞AI 就是使用3.0這個模組 我們來生成看看 好可以看到呢 就是透過中國版的這個 寂寞AI 文字生成真的是生成的還不錯 我看一下我剛剛 我看一下我剛剛的文字是 星際牛排限時優惠 第一張呢沒有生成好 我們看一下後面的 星際牛排限時優惠 你看連繁體中文都可以顯示出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後面 不知道為什麼第二排要幫我加一個 這個簡體字上去啦 我們來看一下第三張 星星牛排限時優惠 第四張 你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第二張跟第四張 的這個主要文字都有按照我們講的 而且居然可以顯示繁體字出來喔 而且這個文字生成品質也蠻好的 另外我覺得在圖片的生成上 你會覺得它比起 這個的質感呢又更上一步 所以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真的想要試試看 Dreamy拿的話 或者是想要生成質感 真的想要生成質感比較好一點的 我覺得你可以到寂寞AI這邊來生成啦 好再來 好繼續我們再來下一個 就是我之前呢在介紹公仔教學的時候的指令 我們來產生看看 兩邊我們看國際版跟中國版 我們都要產生來看看 這個是甜點鍊小籃版3D小男孩 角色穿圍裙手托 手托馬卡龍盤 好生成起來我覺得還算可以 好這個呢我覺得 兩邊的模型產生出來的 是差不多 不過我覺得對於指令的理解呢 不過我覺得對於指令的理解呢 疾夢AI這個3.0呢 理解的更好一點點 因為我說站在盒內 然後是展示櫥窗嘛 這個會比較像一點點 再來下一個我們測試呢 稍微是動漫風一點 鬼滅風格的現代劍道訓練場指令 兩邊我們一樣好了 都來生成一下國際版還有疾夢AI 好這個呢是Dreamina國際版生成的 好這次的這個中文字我覺得就產生的還不錯 只不過呢像是2.1版本 它怎麼樣都只會是簡體中文 我不論怎麼下指令 它都不會變成繁體中文 好我們來看一下疾夢AI 好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有 你可以看到前面這邊呢 就有部分呢是屬於繁體中文 但是它還是有一些簡體中文進去 等於說我覺得 等於說我覺得現在不論是國際版 或者是疾夢AI這個中國版本 兩邊呢想要真的完全生成繁體中文呢 有一點絆絆的感覺 大概50%吧 我覺得是看它心情 它要不要給你繁體中文 原則上是生成的出來 只是看它要還是不要 好圖片生成的部分呢 我覺得大致上呢就像這樣子啦 就是你想要生成怎麼樣的類型 基本上都生成的出來 但是呢就是中國的這個疾夢AI 3.0這個版本品質呢我覺得更好一點 那對於中文的呈現顯示呢 也確實是比較好 那Dramina這個國際版呢 2.1其實我覺得就蠻好用的 而且畢竟它現在目前是完全免費 你想要怎麼生成都可以 那最後我來試一下大家可能 前陣子呢都不是 最後呢我來試一下大家前陣子 不是都在做耐貼圖嗎 那其實我有試過啦 就是可能也會想要試試看 用這個Dramina或是疾夢AI 不論哪個版本都好 一定都會想要試試看做耐貼圖 但我已經試過 做出來不太行 好我來試給大家看 好我直接用我之前做耐貼圖在ChatG 好我直接用呢我之前在ChatG 做這個耐貼圖的指令 然後再把它貼上去試試看 好疾夢AI這邊也一樣 兩邊兩個版本 我來試看看會產生出什麼結果 好你看他直接給我漫畫 他其實搞不太懂我要幹嘛 這邊也是 好我們來把指令呢稍微再讓他清楚一點 好其實我已經叫他用以下描述來 來產生出九宮格的人物貼圖 但他還是這樣子啦 就是你如果想要做那一貼圖 大概就會氣死 然後在那邊搞半天 我也有試過 單純給他每一個的這個角色需求 或是動作 那做出來的樣子其實真的不行 所以你就不用想說想要用Dreaming 或者是中國這個疾夢 或者是用中國這個疾夢AI來做 都一樣他都大概會產生類似這樣的過程 他大概他大致上都會產生像這樣的結果啦 那如果你做出貼圖的話 如果是一次一張裡面有很張 如果是一次一張然後裡面有八九張貼圖在裡面的 我有試過 比起我之前用那個免費圖片生成的 Lafel AI來做呢 人物呢產生的更慘一點 不過呢 所以呢我會建議如果你想要用Dreaming 或者是疾夢AI來生成圖片的話 就用一下 主要就是用來生成這種比較正常的指令 不要想說要做那一貼圖 那大致上是沒有問題的 好最後小小分享一下 像中國版這個疾夢AI 他不是還有AI視頻 跟數字人這兩個功能嗎 那用這個來做影片呢 我自己試過啦 就是品質還行 你還要看你的圖片跟照片是什麼樣子 有時候人物的這個臉呢 他會變得怪怪的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用這個來玩的話 當然也是可以的 然後註冊的部分呢 登出給大家看一下喔 像Dreaming他可以登錄的方式有Google Ttalk Facebook 用 像Dreaming他可以登錄的方式有分Google Ttalk Facebook 用Email 或是用Capcard的這個行動版的帳號 都沒有問題 那如果呢你是中國版這個疾夢AI 目前就是直接用抖音Ttalk來 目前就是直接用中國版的抖音帳號來登錄 那你也可以直接去註冊一個來登錄就可以使用 那這個積分呢有 積分呢應該是每個月有60的積分 但是呢我不確定是每日有60的積分可以用 還是每個月有60的積分 這個我沒有特別去查 但是呢初始他會有積分60 然後可以使用 每產生一張圖片是1 那每產生一個影片是扣5 所以這個就按你需求 你可以去玩玩看 兩個呢都可以試試看 國際版的 國際版的2.1 然後 總之呢就是國際版他就只能 總之國際版就只能使用模型2.1的版本 那吉夢AI這個中國版本呢 他的模型可以使用到3.0 我覺得品質是有比較好一點 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 特別是我覺得像他這個3.0呢 繁體中文呢是部分可以顯示出來了 那我覺得是可以 我覺得算是蠻有實用性的啦 唯一差別就是他就是中國的服務 如果你對於登錄帳號到這邊來 有點疑慮的話呢 那就是自己想辦法去弄一個 跟你自己本身各自無關的帳號來登錄 也是可以的啦